中路颱風山山预估在29号将从日本的九州地区登陆 而依照目前的路径来看 它在出海之后可能还会从四国跟本州重复的登陆 影响至少五天 目前鹿尔岛已经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特别警报 而东海到新干线已经有部分停时 山山颱风还没有登陆日本首当其冲的九州南部鹿尔岛 周三白天已经是一片狂风暴雨 雨势大道汽车的挡风玻璃就像是被浪花打到 种子到宇宙中心的火箭也几乎消失在视野中 这只是刚开始山山颱风归宿每小时11公里 预计周四稍晚才会登陆九州 登陆的时候强度达到巅峰 日本气象厅的警告措辞非常强烈 因为山山可能是史上最强侵袭日本的台风 九州恐怕出现十年一遇的灾情 预估雨量是惊人的一千甚至两千毫米 也就是一到两公尺 这真的会是凶狂的震荡 我们会看到山山颱风的山颱风 会变成一米的震荡 山山的外围环流已经先一步酿灾 远在本周中部的爱芝县 下起暴雨引发山崩 一家五口遭到火埋 而这次台风的警戒范围 几乎涵盖全日本 约70万人收到等级四高的避难指示 预估山山还可能多次出海又登陆 一路沿着日本列岛往北走 扫过人口稠密带 预估整个周末东京地区都会受到影响 山山颱风归宿前 既让影响的时间大幅拉长 不仅灾情风险更高 日本国内的交通 还可能停摆到周末甚至下周 东京虽然还没有明显的风雨 但是新干线已经贴出公告 预告可能要停时 目前新干线影响最大的 就是九州新干线 周四几乎全线停时 衔接九州跟新大阪的 山阳新干线也部分停摆 东海到新干线也已经部分停时了 到周日前还可能全面停时 道路不通更不敢指望 航班能正常起降 旅游行程全被打乱 日本航空也已经宣布 周四前国内线跟国际线 至少取消178班次 全日空周四周五两天 共取消112航班 路空交通的影响 可能还会再扩大 有人的行程变数大 也有人准备好在家工作 平常新防台 觉得路径如同2001年的纳利台风 山山未来走向不确定性太高 连我国气象署也说要密切观察 不过这回其实连日本气象厅 都没有料到山山会迅速增强 日本学者就认为 山山略过的海域海温比平常 高了摄氏1到2度 而且恰好都没有遇到 足以破坏结构的风切 才会发展成让日本高度警戒的 史上最强台风 而美国加州的街友危机 又该怎么办 收容床位不足 还得20个人挤在小隔间 法院裁定地方政府 能对街友开罚 甚至是关禁监狱 而加州的州长纽森 他更放话 扫到不利就要砍预算 但学者认为 光是将街友入罪化 恐怕是无期与时 一早七点钟 旧金山街友面露慌张 因为他们当成家的帐篷 要被拆光 自从美国最高法院 六月裁决 反街头露宿法 没有违宪后 加州州长纽森 马上签下行政命令 要求铁腕整顿市容 清除帐篷 街友如果不配合 轻则开罚 重则抓取官 旧金山短短两周 已开出25张的船票 但做法也遭质疑 太过激进 因为无视一些街友 还找不到收容所 CNN报道 光旧金山的街友人数 就超过四千人 但收容床位根本不够 预约网站候补名单 超过百人 去年美国就曾统计 这个加州无家者人数 已高居全美之冠 总计18万的无家者中 又有12万人 连庇护所都没有 要露宿街头 比例占了68% 虽然清理现场 也有街友说 幸运找到庇护 但他恐怕只是 少数幸运儿 更多人在清扫的过程 连文件都消失 状况像是被逼入绝境 这也是为何有超过 50名学者联署 认为入罪皆有 是治标不治本 无法解决 皆有增加的难题 其实就在这处 旧金山街道清理后 短短三天 CNN马上又在同个地方 看到街友回来 加州街友的乱象 其实由复杂问题所堆叠 纽约客杂志曾统计 三种类型的街友 分别为失业或其他意外 失去住所的短期街友 第二种则是 长期流落街头 并形成聚落的长期游民 最棘手的则是 有毒瘾或精神创伤 拒绝接受庇护的类型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研究 有超过九成的街友认为 住房成本太高 是大多数人 沦为游民的主因 其次财市低收入 歧视等因素 但街友增加 也酿成治安死角 形成恶性循环 国家州即将在2026 迎来部分市族赛事 2028还要办夏季奥运 整顿市容 以示可不容缓 几新闻 综合不到 而全球股市决战9月 周二道琼指数再创新高 接下来要留意两大指标 首先是在9月6号 即将公布的失业率 另外就是联准会的利率决策 到底是降息一码的 预防式降息 还是两码的衰退式降息 这对于股市的冲击 都将截然不同 用手机的看盘软体 随时观察市场变化 在金融投资相关行业工作 常常接触股市资讯 除了对台股有做投资外 也渐渐往美股市场做布局 因为像我自己的话 会比较倾向于投资 类似观察指数的ETF 就是跟着大盘走 会让我觉得比较安心 可以就是有趋势可以看 上半年受到AI科技股 带动之下 整体表现好 也增加投资人进场美股信心 不过从7月下旬之后 快速回档 而且变得不稳定 让不少人转为观望 觉得它之前的反弹过 现在是有在慢慢的稳定往上的 8月27号 美股上涨 道重指数小幅攀高 再度收于历史新高水平 强在挥达财报公布前上涨 台股也有资金开始压保挥达 或是苹果新机等等题材发威 相关供应链都有一波涨势 现在NVIDIA跟台湾的太多科技公司 有太多的关联性 不管是机器人概念股 还是CPU的部分 还是GPU的部分 这些都跟台湾有 这个非常紧密的关联 那我们当然就会去关注 NVIDIA它在后续 有没有办法再创新高 基本上它只要能够再创新高 也就代表说 过去这一段时间 将近三个月的弹整 跟修正 它就已经都把它消化掉了 也有投资专家忧心 美国8月2号公布 7月非农就业数据上看 失业率达到4.3% 让萨姆规则衰退指标 由0.43%来到0.53% 意思就是 当美国失业率 最近三个月平均值 减去过去12个月 失业率低点 所得数值若是超过0.5% 则代表经济体 现阶段正在经历衰退 的确历史上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 美国在7月的时候 它事实上有这个飓风 所以造成失业率可能 因为飓风的问题 所以它暂时性的失业 又跳起来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我觉得 这一次的所谓的股灾 7月底到8月的股灾 它其实是很多因素 结合在一起的 股市涨多 那这个川普的谈话 美国景气 好像是不是出现衰退 这样的一个疑虑 那最后当然就是 日本央行的这个升息 大家都一起来 单从一个月的 非农就业数据 难以断定经济走向衰退 不过美国股市 经济是否能如期复苏 主要还是得看 联准会的降息 以及日元的升值趋势 日本央行7月宣布升息 让不少借贷便宜日元的投资人 将手上日元撤出 导致美股日股短期动荡 台股也因此受到牵连 不过经过震荡期后 日本央行副总裁 仍再次重申 强调如果对经济活动 和通膨前景的信心 不断增强 日本央行将调整货币宽松程度 而如今日元的升值 俨然成为全球经济的一大中心 其实所有的货币 最后都是要看联准会的脸色 就是联准会的降息 它会影响到所有 其他货币的利差的问题 所以日本央行 我认为它还是照它自己的步调 就是如果它的景气 那它的通膨 大概符合预期的话 那很可能在12月 还有机会再去做 升息一马的状况 专家也分析 美国经济在下半年 也有望从终端消费市场 转好的背景下 慢慢拉伸 更预期下半年 不止科技业继续带领整体经济 其他产业也备受看好 我相信离所谓的这个 重度衰退货 大家很担心 再急速往下走 这个应该还有一大段的一个距离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企业的一个盈余的状况 那二季度 其实美国本身 他们开出来的企业财报 有八成 都是比预期还要好 那整体的EPS年增 大概有八个百分点左右 那我们相信在下半年 就是三季度跟四季度来讲的话 不单单是科技业 其他的产业大致上 也有这个应于真成长的一个可能性 接下来除了观察 九月公布的非农就业指数 还有升息幅度 都将再度牵动全球经济 纪月月新闻 余星海流军台北 蔡姆董 乌克兰持续进攻 俄罗斯的库斯克 占领了1294平方公里 而且服录了数百名俄军 晚间又有最新动作 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基洛夫 一处炼油槽 看起来势如破竹 对此俄罗斯警告乌克兰 不要载小孩玩火 更放话第三次世界大战 将不会只在欧洲 乌克兰炸波罗热 巡警夜间巡逻 突然间 路边竟然发生爆炸 一间民宅瞬间起火 巡逻队顾不得还停留在路中间 赶快冲下去灭火救人 众人手忙脚乱 在伤者送医 事后地方官员指出 扎波罗热又遭俄军 无人机轰炸 造成两死四伤 乌克兰中部总统 泽伦斯基的故乡 克里弗洛士也预袭 一整夜 电锯的声音没停过 因为瓦力堆下 还有居民等待救援 俄罗斯军队连续第二晚 大规模轰炸乌克兰全境 这次发射十枚飞弹 出动八十一架 伊朗无人机攻击 乌克兰防空系统 挡下其中五枚飞弹 和六十架无人机 但这一晚也酿成至少五死十伤 被击落的飞弹与无人机碎片 在基辅引发两期火灾 居民在地铁站 度过轰炸不断的一晚 不过俄罗斯库斯克地区居民 也面临同样恐惧 乌克兰军方表示 他们已经占领库斯克 将近一千三百平方公里土地 俘虏六百位俄国士兵 乌军总司令斯尔斯基表示 突袭库斯克第一阶段 目标已经达成 就是要将大量俄军兵力 转移到其他战区 与库斯克地区接壤的贝尔哥罗德 当地两个减少战 周二也遭五百名乌军突袭 不过俄军表示 情况都在掌控中 但乌军总司令斯尔斯基警告 俄军战力最强部队 目前还驻守在乌东 波克罗夫斯克 没有调兵迹象 俄军在乌东持续使用滑翔炸弹 无情摧毁城镇 乌克兰已经增派四个精锐步兵旅 前往应战 还释出一段 击落俄军苏二五战机的画面 面对敌人 无情急杀 由俄国大兵忍不住痛批 是被国家骗来送死 只因为政府承诺 付他们二十万卢布 快七万台币的卖命钱 另一边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自豪表示 他们已经成功试射 第一款国产弹道飞弹 还特地提到空军利用西方军援的F16战机 摧毁俄军的导弹和无人机 泽伦斯基9月 还要向美国总统拜登 以及两党总统候选人 贺锦丽与川普 提交一项未来胜利计划 其中第一阶段 突袭库斯克已经完成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洛夫则抨击 现在乌克兰就是在勒索西方 而西方国家也假惺惺 只会表面拒绝 根本没打算平息局势 另外各界也担心 位在库斯克的核电厂 如果遭到攻击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国际原子能总署 紧急派员前往当地视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